欢迎来到台北市线上影片教学系统 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内容是 中国史前时代的考古发现 为什么旧石器与新石器的文化遗址 有时会称某某人 有时又称某某文化呢 为什么每个新石器文明都会制造陶器呢 而且陶器的形质、纹路与色彩都不同呢 学习重点 史前时代与历史时代的分别 旧石器时代早期与晚期的差别 中国史前时代多元并历的文化特色 文字发明以前 我们称为史前时代 文字发明以后 我们称为历史时代 史前时代因为没有文字记录 只能透过考古与史前传说 来推测他们的生活情景 丹麦博物馆馆长汤普森在1860年以考古发现的器物作为分类 将人类历史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 英国学者波洛克 因为石器时代漫长 在186年又将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 为什么这些史前人类分歧办法能放诸释海而准呢? 想一想 因为人类面临生存的挑战是没有中外古今的分别 就石器人类为了生存 他们需要做哪些努力呢? 气候的挑战 下雨 甚至下雪 猛兽的攻击 野狼 毒蛇 狐狸 史前人类需要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考古学家在洞穴中发现史前人类的骨骸 依据头盖骨的厚度 推测他们的脑容量不大 无建筑房屋的能力 所以住在天然洞穴中 采集天然果实 或是根莖类植物 作为食物来源 狩猎为生 狩猎是动物的本能 史前人类以简单的投植石器来狩猎 考古学家根据挖掘到的动物骨骸 是如何推测他们是以狩猎而不是续养呢? 发现多种类的动物骨骸 甚至有大型动物骨骸 推测他们是随机狩猎的结果 在他们生活的考古洞穴中 发现有碳灰及木炭痕迹 推测他们以致用火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移植在中国各地出现 证明中国地区也是史前人类的起源地之一 从距今两万年前到距今约八千至一万年前 人类生活有哪些大的转变 磨炙石器 烧炙淘气 农业产生 过定居生活 出现村落 为什么称为新石器革命呢? 因为农业的产生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大突破 为了增加农业生产力 磨制不同功能的石器 为了烹煮或是储存鱼粮 以泥巴烧制淘气 产生鱼粮 有多余的时间 人力 从事文明创作 因此 得以过定居生活 我们称为新石器革命 新石器时代 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形态呢? 想一想 答案是自然条件的差异 与时间演进的先后 这是一张气候图 我们可以看到 秦岭淮河 泥雨量750公里的等雨线 以北为旱田区 以南为水田区 北方多旱田 因为雨量少 冬温低 所以使前人类种植树 熟 南方多水田 雨量较多 较温暖 使前人类种植稻米 北方 北方因为雨量少 使前人类的居住形态为半血居 这是荷姆渡文化 甘蓝室建筑移植的还原区 长江流域 雨量多 气候潮湿 容易有虫舌出没 甚至容易有水灾的发生 因此 珠屋以甘蓝室建筑为主 今天 东南亚地区 能多以这种建筑租屋的形式存在 这是荷姆渡移植所出土的碳化 稻谷与谷式 黄河流域上游的养勺文化与下游的龙山文化有哪些差异呢 画面中所看到的是1955年半坡出土的人面渔文彩桃盆 它的主要特色是红色的桃底 上面有黑色的纹路 因此我们又称它为彩桃文化 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 以出产黑桃为主要特色 又称为黑桃文化 其中第一个桃器又称为桃龟 像极了一种动物 你知道是什么吗 答案是鸟 黑桃为什么是黑色的 又为什么能薄如蛋壳 龙山文化的桃器又称为蛋壳黑桃 因为轮质法 加上桃土经过掏洗 捏练 堆积腐烂 桃土会产生胶质薄末 有较好的可塑性 因为腐质质的关系 桃器最后呈现黑色 核木杜移植出土于浙江鱼窑 发现全世界最早的碳化骨粒 谷四 利用动物或是牛的肩胛骨所做成的掘土农具 桃器 器物上有绳纹作为装饰 新石器文化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 以及文明累积的成果 各个文化移植的特色也不相同 中国新石器文化呈现多元病例的风貌 史前人类由最初的个人 因为农业出现而产生春落 最后是如何形成国家的呢 我们将在下一章节中讨论 让我 ν店家移植了 感谢观看